好多观众在马路上也看到我的时候 你为什么演得那么坏 我恨死你 我心里感觉这个演坏人是强谋的 越演得坏 越我的心里是非常满意的 我是三浦原一 来自日本东京 从2000年参演 咱们演习圈的电影 包括电视剧 大多数我演的是反拍的日本人 你们中国人叫日本女子 我拍的演习作品比较多 其中电影是《戦党威业》 《大摩世世》 《红红业》 《铁雪姑娘》 然后电视剧是 还有演习的《哈尔滨》 《上司线》 还有《爱情公寓4》 你们比较熟悉 第一次认识中国是高中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特别对中文来中文 有兴趣 在日本考研究生之后 我选择起有关中国研究的方向 后来自己决定要来中国 我为什么喜欢中国 中国比较大方的感觉 叫包容吧 比日本有一个包容性 还是爱中国 敷衍太 没想到现在已经太到20年了 身体里面已经都变成一个中国人 一样的感觉吧 我说你啊 现在那个中国电视剧里 老演鬼子的 我今天不许鬼子 老演 老演 演鬼子的 还演鬼子的 你代表大陆 我代表黄军 好 好 OK 好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演员 我们也想演不同的老百姓 但是在中国来讲 没有这种机会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还是演坏人 比演好人有意思 坏人的话吧 当然做坏的事 肯定有原因 包括他的动机 怎么影响到他的行为 必须得看透坏人的心理 有的中国的导演 他们没想到 让我来演日本鬼子的话 那么有人心来演日本鬼子的话 所以中国人来日本鬼子的话 挺简单的 演凶狠的感觉 给人家害怕的感觉 中国人这么演 留一个军官 有一些那种 嗯 把那个 花姑娘 啊 来吧 你为什么 你害怕我吗 哈哈哈哈 他们是这么演的 知道吧 这种表演翻译 是太那种夸张 如果日本演演 演那种日本鬼子的情况下 一样的模特是这样 姑娘,今天打扮得挺漂亮的,过来 要一起喝茶吧? 你害怕我吗? 不用害怕,过来 这是比较我们演的感觉,比较自然 我觉得这些观众比导演聪明 所以我比较追求见识的人 我觉得不一定是中国演员,包括日本年轻一代的演员 跟上一代,对工作的态度还是不一样 现在很少演员做那么刺苦的功课吧 这个功课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现在年轻年轻长得好,长得漂亮,他们一下子就火了 我这样的是不够坚弄什么的 我经常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表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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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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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老师,你好,先再见 再见 再见 我在中国演日本语言语言 人在来是坏人吧 所以有一些中国的朋友他们真的担心我 哎呀,三婆,你回国的喜活呀 有没有人欺负你呀?什么的 特别可怜我,实际上我说是没有遇到的 但是翻过来,里边的朋友也是闻过我 现在有凡日欺负运动那么破裂的情况下 你回去是不是危险啊? 是不是那个中国人欺负你? 我说这个也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挺可怜我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挺奇怪的 我做的事是那么可怜的工作嘛 我现在已经演了那么多的坏人 我觉得演十个好人不如演一个坏蛋 演坏蛋是真的一辈子能记得去这个角色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演坏蛋的好 但是还是要演好人 给我机会 对不对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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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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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